是今天嗎? 不是昨天嗎?是昨天還是昨天? 昨天要沒電 昨天 我從昨天 發文那個現實動態 我就昏睡到今天 下午三點多 快四點 今天怎麼這麼可愛? 因為睡太飽了 我本來鬧鐘就是睡了 下午五點 所以我比我鬧鐘還早起床 想睡到三點 內心可以再睡覺 這件褲子是不知道還可以什麼時候拿出來的 不會想睡覺 會 只要躺在床上就會想睡覺 晚上好喲 這是酷 這是酷 早上八點多醒 早上八點多醒 老了老了 晚上好喲 是夏日圓回 對對對 一模一樣的 褲子 我以為大家應該會記得 我穿過這個 我穿過這個 東面的 吃晚餐了嗎? 吃飽了 四點以上 快五點 差五百多 兩萬IG 五百 剩一個月 應該可以吧 還記得難砍高中 我記得啦 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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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第幾次去高中 應該是第一次 其實我不太記得 應該是第幾次 KFC 為什麼是KFC 酷子旁的史諾比 酷喔 大家趕快邀他進LINE群組 很酷耶 我們那時候還一直在 在灰塵的車上一直 看那個IG 很酷耶 我們還在討論 討論 討論大家很High 跟大學的大家差很多 雖然你們進不去 對啊 你們還在笑 有的人還在笑門口等 酷喔 笑盆 是 韓國 難高那天 我們那時候覺得 很神奇 蛤很神奇的 而且通常就是 去了可能兩天就沒有人 就可能大家就忘記我們講 笑 可更直接買專輯 有,你還tag了,所以有看到 KFC全主代詞 跟他的耳環 我記得這個蠻長 蠻長帶的 我還有看到那天結束 如果有人發現是動態說要開始存錢 雖然我不知道是哪一個 見識到心口口才 酷喔 上次是生日會的 上次你們看到的時候是生日會是嗎 多少難看高中 可以尋找阿信 阿信是那個管理員 擅自決定 有個很像的 所以記得 應該是一樣的 這個就只有一個 紅色的 我還有一個是櫻桃的 可是那個太重了 不太常帶 不然我的耳垂會直接下降 準備考試 明年有活到一年去 明年明年應該會比較多吧 側風 青銅一二 應該沒有人知道青銅一二是甚麼 阿信有種管動物園的感覺 我也覺得 負責任負責任 哈囉 Skyline 晚安 期待明年的握手會 感覺你們會嚇到 握手會 握手會是一個很生氣的一個活動 對 首先 你可以先尋求一個人的協助 說來話才握手會 有點難解釋 今天的髮型好壞 我剛剛在廁所綁得超久 因為我一直覺得哪裡怪鬼 因為這是不行 沒有我是不是沒有衝到電 有一個人要握很久 很酷耶 看到大家拍了TP手勢 我還把他截圖 我還截圖給大家看 哈哈哈哈 晚上好 晚上好 我還把他截圖給大家拍起來 找個是對的 大家記憶力很好 所以不太能重複用 都沒辦 沒辦很寂寞 謝謝SKYLIGHT的許願品 呼呼呼呼呼 那天跳閃亮的幸運的時候 看到很多人 有幫忙喊 然後跳到最後一首 就幾乎 大概有兩三成的人都起來跳 謝謝SKYLIGHT 今天本來想要就是發個限時動態說 喔我今天帥超久 然後結果發現沒有照片 所以我只能放合照會的 合照會的資訊 太多會跳 不會跳但是跟著跳 今年下去會是戴櫻桃的 我記得我那時候戴完 然後耳朵很痛 因為那個超重 廁所先拍 真的提醒你們 順便提醒你們 睡到了 所以TTP也沒辦 但是找機會一直安利朋友 今天怎麼穿這麼漂亮 可能為了那個禮拜六看到我不要認不出來 先做一下準備 可是我今天沒有夾那個眼睫毛 今天沒有 我本來想要夾 夾眼睫毛的 可是我想說兩個小時 然後我等一下可能就會繼續睡 應該是不需要夾 明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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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稱讚我 然後不是 可是我們在就是 休息室的時候講 因為 工作人員跟我講說 今天這個同學比較活潑這樣子 然後 我們就一直在想到還是多活潑 然後直到 直到好像在聽那個 Overture 的時候 就有聽到外面很High 然後我們就在想 哇 今天是不是唱看見夕陽了嗎 也會很High這樣子 真的要繼續睡 要睡啊明天才可以起床 才建構這麼快就認不出來 運動會感覺已經過了好久 完全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去吃 就是 消弱 如果還有很久的話 我自己就可以先去吃 但是夕陽了耶媽 要怎麼High 就是 夕陽怎麼樣 就這樣 就直接入坑 沒有夕陽只有閃亮 可能啊 故意的 因為不然的話 覺得 沒有這個好像少了什麼 我們在想說 是不是因為 大學生都 大學生 怎麼說 那個叫什麼 星 星 銀星 都沒有朋友 所以High不起來 謝謝 謝謝季豐亮的南瓜 獻禮 足一團先去吃 我也是這麼想的 如果沒有那麼快的話 就可以不用忍耐這樣子 先去吃了 燒肉火鍋熱炒 我們說 因為我們每次幾乎 都是吃火鍋 不然就是日式 所以他們說 下一次要吃 中式 大學生會一直笑 Key笑 Key笑的比較少 我也是這麼覺得 不要說喜歡 哈哈哈哈 便宴仔 我覺得大學生應該 就是要先保留一點 先藏起來這樣 不能那麼快就破口 大一是那個 先 大家先不認識這樣 可能就是 我要先裝一下 有氣質這樣 哈哈哈哈 好 朋友越來越爽了 有矜持 對 大家都有矜持 高中就是 都三年了 大家應該都熟了 這樣子 只要你旁邊的 嗨就會一起嗨 臉太好嗎 可是我 嗯 大家可以 推薦一下 破的過天 那就是很久以前 我們去吃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發 已經 但我們有去吃過 太長年落的盆 喊空喊完就走了 你們就是一群神秘集團這樣 然後突然出現在別人失效 畢業典禮請你們來唱 畢業典禮請你們來唱 請我們去唱畢業典禮 好像還蠻酷的 我們現在只有試過 這個 孝慶跟 孝慶跟 新生 銀心 以前還有一次 我忘記是什麼時候 以前也有一次孝慶 可是那次是 混合的 就是那個時候還沒有分子 看一件消息 我好像知道 我上次去的時候 是去吃那個 那個很長的那個 什麼韓式料理 然後有看到他 好像還沒開 不知道是什麼 燒肉 二劍完就跑了 畢業典禮上看見西洋 今天有導彈是不是很稀奇 現在是封面檸檬水 畢業典禮可以唱 銀花版 就 水 嘉義高工 喔 嘉義高工 我一直在想說 是不是嘉義什麼的 不太確定 開水高中小場 示範什麼 示範什麼 巧克力麻辣雞 可麗 不要吃 不要吃 謝謝 妹的 楓葉 很去吃雞肉飯吧 我去吃了什麼 什麼 什麼 什麼魚 沙 沙 沙鍋 什麼鬼 冰淇淋一直沒後 它 它是寫 我看網路上是寫那個 餅乾是限量 然後我也不知道 我以為是 普通的 因為它沒有放出來 所以結果它拿出黑色的時候 就想說 哇 是黑色的 韓式是兩餐 不是耶 好像是吃那個 一種很長 我忘記那個叫做 忘記那是哪一間 沙鍋魚頭 好像是喔 我記得我們是去吃那個 還可以一直加湯 所以我們就一直加湯 好 味道一樣 對沒有特別的味道 顏色不一樣 切盤的 沙鍋魚頭 沙鍋沙鍋 明明就還很多 我們吃完也太厲害了 好像是喔 SSK還會踩到醜 哪有 我們還是 還是有吃便宜的時候 有時候會綁那位 對啊 看心情 看我都綁了這個 就有點懶得猜 不然會長得很可怕 獵人會拿什麼武器 有什麼武器 魔物獵人是什麼 是手遊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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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虎夜的楓葉 今天上面也是分 閃電分型嗎 這個沒有分欸 這沒有可以分的空間 今天是沒有電 沒有閃電 沒有電 喜歡這個房型 這房型超麻煩 可是因為我平常 假如說是 有工作的話 要綁的話 就會把這邊 就是 書整齊 會黏起來 不然它這樣 我自己看的 是不太習慣 冬天來的可以去吃 聽不太到我的聲音 日常 然後把音樂放用 是不是很喜歡雙八尾 沒有欸 我其實 雙八尾 也是一個人設 哈哈 嗨 所以今天終於出會了 恭喜 你們終於 有 可以拿到 音量開滿是基本的 現在講 AQA的花枝精采 是設定 今天設定幾個小時 應該是7點到 下午 10 4點 20個小時 我在換髮型 怕 你說我嗎 我是沒有啦 我沒有換髮型 我想說 想說我現在 兩年是送麻煩 然後我想說 第三年 如果換了之後 接下來的兩年 就不太有可能 大概有90% 不會是 雙馬尾 所以我想說 那就再撐一點 所以我應該是一模一樣 後面沒看到口琴 口琴已經不知道去哪了 應該是在 宜蘭 每天想說 同學聽閃亮的行為 一起喊 對 太好了 怎麼樣 是不是怕我突然 突然 突然然髮 突然剪 剪短 然後中分 這樣子 大改造 雙馬尾 接下來換什麼髮型 雙馬尾 我馬尾 我現在的目前的想法就是 可能會 先 先放髮 或 馬尾 應該是不會剪短 因為我 我個人是沒有很喜歡 短髮 我 我說我 雙馬尾 中分有點有趣 公司必須有一位雙馬尾 未來希望自己繼續是 什麼意思 你說如果我不用了之後 希望要有一個人試嗎 我 怕你可以慢慢來 怕你會慢慢來 因為我想說 我如果換了 我就不會再回來 絕對 絕對不會再回來 震撼心臟受不了 我 兩個包包頭 趁現在還能雙馬尾 這樣說的都會 突然剪短 真的嗎 真的嗎 有嗎 哈哈 有不喜歡 還剪短髮的 雙馬尾 直越剪袋 真的沒有 一部分是因為姐姐說 我快要突頭了 不要再綁雙馬尾 我說沒關係 那就再突一年 再突個一年 真的 直播造型好完整 超完整的 對吧 切了差錯的 楓葉 珍惜現在的雙馬尾 真的 對 是嗎 他不是一直想剪短髮 剪短髮 剪短髮 我現在成年 我現在十八歲 明年就十九了 明年就十九了 大家 再兩個月 黑長 黑直髮 黑直髮 可能最後一年會突然軟 頭髮 這個作息 不是 分線 分線會變禿頭 明年 20歲 是不是 他應該有紀念 他日常紀念 他這邊比較突 我的困擾是 我這邊頭髮長不長 所以我每次綁 都會有一戳在這裡 看個心情下線了 拜拜 好像聽到什麼 驚人的消息 什麼驚人的消息 什麼驚人的消息 哪一部分 切個貝卡的玫瑰 這也乖乖的 Kiss豬豬 跟大家分享我買的這個 我這個房間 就是 只是我還沒有擺滿這個東西 這個房子 等一下上座不能跟到解說 沒關係沒關係 直播真的是很廢 不要太難過 真的是 隨時都跟得到 一年都有播 只是一個禮拜兩次 可以叫你的名字嗎 我想一下 哪個字怎麼念 是滑還是畫 想當年十幾歲 真選 就是 播很久了嗎 畫 畫畫你好 哈囉哈囉 我小豪宅 我不要我倒豪宅 就是只有這個房間 比較認真在佈置 那客廳就是隨它去 我一直在想 因為上面一直有個空間 我在想 會不會再有一堆海報 你看這邊沒有地方 廢得很有趣 我廢得很有趣嗎 我都被那個姊姊說我直播很廢 媽摩 媽摩我那個 紫筆簽名的海報還在櫃子 還在宜蘭的那個衣櫃的櫃子裡 然後還在捲筒裡 還沒有拿出來 坐在底上 對我坐在底上 跳高很高 很高 剛才沒有搶到海報超難過 超 我看你們超瘋狂在搶好海報 然後我們結束這集在想說 因為有人跟我們講說 有人為了搶海報 然後就摔下去 然後就有受傷 然後我們就說 可以不要這麼 不用這麼危險 我們超多海報 真的是跟粉絲要 粉絲就會送你的那種 多很多 說不要冒著生命危險 在底下 可以嗎 覺得很高 是這樣看蠻高 可以很瘋狂 沒有海報 為什麼大家沒有海報 明明就好像很多海報 明明就好像很多海報啊 今天海報要大全 一張海報都不會有 為什麼海報這麼 海報這麼難拿 是不是 可是為什麼 我怎麼記得什麼 三單還是二單的時候 那個就是一直 積在我們公司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 那個海報為什麼剩這麼多 三層買二種 你海報 三層有賣喔 大家都沒有海報 真的假的 那你們買單全買假的 是不是 一人兩張太少 我們每次笑唱 就十二張的樣子 其實我也覺得好像可以再多一點 不然我們每次就是丟幾張就沒了 還沒有 還沒有入坑 看我也要拿到的二三代 再無眉一絲丟幾張 給完就沒了 真的嗎 很難拿是不是 然後很小細菇 直接去那個外面牆上把它 撕下來這樣 公演可以丟海報 好 想一下 還是就 生日會 生日會的獎勵是海報 幫你們一月 一月想 生日會的獎勵這樣子 為什麼會不能簽名 為什麼會不能簽名 為什麼會就是 短短 超短 極限這樣子 一張的單曲的極限 怎麼這樣會煩 在綜藝大人們穿著那一套制服 好看 那個是reset公演的 安口曲的衣服 只有一單的海報 不給你們 這一年這麼多新衣服最喜歡哪一件 這一年嗎 想一下喔 這一年有什麼衣服 打扮的聖誕節 蠻像的吧 聖誕節快到了 再一個月 差點怎麼再一個禮拜 什麼衣服 我蠻喜歡 reset的 拼圖的那一件 跟 跟 第一套吧 運動會嗎 運動會 運動會 私心奇蹟 我覺得奇蹟蠻酷的 超浮誇 浮誇牛郎 牛郎衣 浮誇牛郎衣 reset公演 酷喔 酷喔 好像從來沒發過拼圖那一套 因為拍不到 因為那一套 拍不到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拍不到 想一下喔 拼圖是哪裡開始啊 拼圖是哪裡開始 我們MC完下去的時候 要換衣服 然後就要上來 繼續跳 是嗎 我有點忘記那個順序 反正就好像沒有什麼 時間 因為他就只有一首歌嘛 然後結束就要馬上換 換 UNCLE的衣服啊 而且UNCLE的衣服還要穿兩件 就是要穿很久 沒有時間 UNCLE的衣服 UNCLE的衣服 不能拍一下嗎 我們拍照的話 你們就會在外面喊到死 然後就會 SUCK 你們會覺得你們快死掉 我每次都在裡面聽 就覺得你們快死掉 最後一首 心中的錯誤 你們又越來越小聲 然後逐漸沙啞 等UNCLE的時候會很忙嗎 其實也還好 其實也還好 因為衣服有幾萬難穿 而且它裡面那件不好好穿的話 衣服會壞掉 我們就會被姊姊打 不能穿回來 穿會不會被揍 穿會不會被揍 多喊五分鐘沒關係 非常安全 就是那個不是這邊有那個破洞 然後衣服如果 伸進去要沒有弄好 那個裂縫就會越來越大 下次還有什麼活動嗎 現在知道的就只有 11月28號的合照會 然後12月的活動都還沒有說 然後到明年 明年因為我生日所以應該明年會有生日會 今天怎麼突然想綁上嗎 我也不知道 不要問我 裂到比較真實 沒有那個還會變大 只是它那個是設計的裂縫 但如果你不小心撕到它就會裂縫 所以月姐有 the puzzle the 樂團 佛樂團 12月佛樂團 生日會 生日會 生日提 生日提已經想好了 生日提已經想好了 從11月前面就開始 special gift special gift 沒有我 對 現在沒有 太久安可 會讓陳 換衣服 有壓力嗎 是 不會 是不會 是不會 生日會要報 生日會要報 生日會嗎 生日會就是一個 生奇的活動 什麼活動是生奇的活動 會先賣聖誕提 就是我 我設計的T恤 然後它會 在官網上賣 就是就是 賣 賣 賣櫃 這樣 生日會要強調 對 生日會要強調 沒有意外的話 我應該會跟妮妮一起吧 加你 一月我現在生 我現在一月壽星現在有兩個人 所以 應該不太會跟二月的 因為二月有三 二月有三個人 好像好啊 生日會穿 穿到去年的 穿到今年的聖誕提 今年的聖誕提上面寫的是18歲 金化筒 金化筒 超小進去 我是不知道 它 明年的 去年 明年的 明年的生日會是怎麼樣 因為它還沒有跟我們說 這裡旁邊寫個加一 沒看到SSK啊 小臉開賣 現在已經十一月底了 十一月底 還沒底是不是 二十三 自己做 自己 你們直接幫我做一件 然後你們自己穿 秀個加一 然後就會有很多人 在握手繪的時候 穿聖誕提 不用煩惱要穿誰的聖誕提 好久之前說不要做衣服 結果竟然反過來 因為那時候就是 一陣子突然超多應援提的時候 就覺得 大家 太快 太多 不用煩惱 你有那一件就不用煩惱 穿什麼 四天就可以拿到 選擇性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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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那你可以從 每一次活動都穿 就這樣子 哈囉 有來參加你的握手繪生日會過嗎 沒有印象 要問我這麼難的問題嗎 哈哈哈哈 一代黑二代粉 三代 阿信子姐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哈哈哈哈 哈哈 二代粉為什麼會 二代粉為什麼會有來找我 生日會沒有什麼印象 生日會都在幹嘛 哈哈 完全忘記生日會都在幹嘛 一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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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分享 可以分享 都可以分享 想分享就分享 等著被抽上台 抽籤 然後可以拍照 然後可以 坐在那邊 可以 可以 坐在那邊 記起來 有的人可以玩到遊戲 有的人可以 拿周邊 限定周邊 前兩年有 限定周邊 這次不知道 感覺最好玩 很不會發線動 線動就是 越飛越好 都不一樣 然後買 只是我不知道 因為明年我每次都是 最最出的那一個 所以 我不太清楚會不會 有變動 反正就是 大家的樣式就是 從我1月這邊開始蓋 安卓手機線都好的話 真的啊 掛著去上課 這麼晚還在上課 超晚的還在上課 他有參加過你的生日會 說不定有啊 你問他會不會比較快 周邊體積變大 周邊體積變大是可以啊 這只是成本會比較高 就是會比較 對 好好看 謝謝 我還有一個是紅色 因為要考試了 要考試了 期末考 期末考 不是應該是一月才考 還是有什麼 大考 大考 反正票價一樣 安你好安安你好林國好人你好 其中 學測 我不好學測的話 對 我是統測 所以我超久 我可能 人家在 人家在衝刺的時候 我在刷廢 學測吧 學測很可怕 不是連其中 我只是跳過 什麼都沒有考 變高級可以接受漲價 她說漲價是因為周邊變高級 她說漲價是因為周邊變高級 學測還掛定 有要玩交換禮物要先商量喔 昨天B場 B場差點悲劇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交換禮物 你說 他們要交換 他們要再生日會交換禮物是不是 收到兩大堆零食 收到兩大堆零食 去活動看你 學測完 等你們考完吃 手渡蛋糕可以加錢 收到兩大堆零食 收到兩大堆零食 收到的禮物可以用多久就知道了 可以帶禮物 可以帶禮物 生日會的話 歷年來都是可以 帶禮物去 現場 然後給工作人員 他們就會拿給我們 不然的話 你就是 只能用寄的 寄去公司 然後公司就會拿給我們的 差別在 一個是你可以不用付運費 你就是丟給他就對了 然後一個就是你要用寄的 搬月生鞋出貨通知 出貨通知 可以寫寫 哪個活動不能寫寫 幾乎都可以寫寫 上了兩大堆 姊姊說他們很需要 衛生紙可以寄給他們 怎麼辦 等下公司一堆衛生紙 會不會說是我的錯 你說這個寫寫著給寫跟給寫 不然就會 就是會 放在公司 然後不知道那是誰的禮物 就沒有人會拿 禮物有規反對 食物不能送 液體不能送 化妝品不能送 衛生紙 送一代 他說 他說 因為上次就是說到 就是一代 因為我上次不是說 我想要 大家可以送我 生活中可以用到的東西 然後就有 生活用品 然後他們就說 你可以說你要衛生紙 然後就會有很多衛生紙 他說公司缺衛生紙 禮物可以公開 禮物嗎 現在目前是 就是不行 他是規定說不能拿出來用 可以用啦 但是不要 不能不能 公開 叫公司自己賣 便宜可以取登島 從兩公斤便宜公斤 是不是 可以送綁頭髮嗎 都可以都 都可以送 就是我們不會就是可能像 其他 其他人會拿出來 去7-11買不就有了 不能說 喔這是 粉絲送給我的 什麼東西 不會拿出來說 可能會默默的用 你們可能 就可以 不小心看到 有時候會 不小心看到 就跟我有時候 有的東西還是會 掛在包包上 不然就是什麼 有時候還是會拿出去用嘛 啊就被看到就沒辦法 真的被你欣賀 你在那邊 笑 看到衛生紙 看到衛生紙 就尷尬的就是可能我剛好用的是 尷尬的就是可能 尷尬的就是可能 我的口紅是這個牌子 然後有粉絲送了之後 我就不能用這個口紅 應該是不會這樣子 說這是我買的 說這是我買的 是我送的 沒有我自己 我自己買的 忘記換帳號是吧 你不要在那邊當二階 我傻 傻 小心看到 他現在要嘴巴屁屁 真的是要嘴巴屁屁 哈哈 飲料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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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那個很大的那個嗎 我就在想說 那個這麼大 是要裝什麼水 是要裝那種 2000cc水服 化妝品不能送 對化妝品不能送 切寫玫瑰 喜歡什麼牌子衛生紙 沒有 沒有特別 沒有特別 衛生紙有在挑 挑那個牌子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人會 就是剛好他可能 買的什麼東西 有粉絲送了他 他是不是就不能 穿出去拍照 太尷尬 真意 拿出來說 我有兩件 那一件是送的 我穿的是我自己買的 沒化妝品用 哈哈 縮解比較容易 現在開始學畫畫上一張畫給我 我粉絲蠻多人喜歡畫畫 畫畫 有些太薄很難用 有些就是這樣抽出來就會 破掉的那種就有點 很煩躁 我會煩躁 我會煩躁 沒辦法 整張抽出來會很煩躁 馬上好哈羅正人 隨便送 隨便送 畫畫苦手 畫畫苦手 每個人的才能 就是 點的技能 點在不同地方 哈哈 蘇伊喜歡花花落日嗎 我就靜靜看著你 說 超懶的那種 超懶的那種 是不是 快點 不是 很可愛 嘩 畫畫得很爛 好適度的三層衛生紙 保證不會煩躁 三層衛生紙 說到很多時候 那想你就知道不是粉絲送的 我這樣會畫很爛的 那就不要畫 很爛你就不要畫 不會沒人搶你們 好是說衛生紙好用 我買了 我昨天買了一雙鞋 昨天買了一雙converse 帆布鞋 因為我想要帆布鞋 所以我買了帆布鞋 昨天去星光三月 然後就剛好 就那個劉曉晴說 要去 看寶可夢的快餐店 然後就想說 為什麼要去看寶可夢的快餐店 有誰喜歡 我們四個名就沒有人喜歡 然後就去那邊 就到後來 逛了一圈發現 沒什麼興趣 然後我們就去旁邊 旁邊的特賣回 旁邊的特賣回 北車 對對對 北車 然後就去旁邊 剛好他就在賣鞋子 就買了鞋子 去幹嘛 去晃一晃 結果從快餐店就不知道去買一雙鞋子 對方他怎麼沒興趣 我沒有興趣 這叫高筒 對我買高筒 陳世良他平常都穿低的 所以他說 買高的會不會很快 我就說你都有低的 那你就不要再買低的了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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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從本來的 24號 因為他放在上面就是24號 那我就看到24號 我就說 24號欸我應該穿有啥 陳世良就說不行你要試穿 24號說不定穿得下的 然後就穿 上課掰掰 上課加油 就會買 他就是穿高的會先推斷 然後我就不知道要怎麼回答 沒玩 我沒有玩 我沒有遊戲 懂嗎 我沒有遊戲 所以我不會玩 然後我就穿了24號 然後想說欸24號蠻大雙的 其實蠻鬆的 然後我就想說24號 然後就看到還有24半 還有25號 然後我就 穿了24 24半 24半好像也蠻舒服的 就蠻大 然後我就又買了25 我就又看了25號 然後想說 是不是大一點 然後我就又穿了25 結果最後買了25號 大的1號 現在不是24半 我的24半 先試講 沒有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25是難嗎 我穿到25號 因為我想說 因為 因為我每次日常我穿 帆布鞋 我都會覺得 就是 前面很 前面會磨腳 什麼小木質 因為我腳 前面比較寬 所以就前面會很痛 然後就想說 25好像蠻大 但是24半還是會有點小木質 還是會有點痛 所以我 我就買了25號 你就是能買多大就買多大 真的 就是 這個地方比較 塗 然後 因為它 反布鞋就是比較尖 所以這邊就會很痛 所以我就買 大一點 其實24 我前面這邊還是空的 前面這邊是空的 但是這邊會很痛 所以就買24半 然後就覺得 嗯 是蠻鬆的 腳趾頭可以這樣 蠻舒服 但是這邊就很痛 所以我就買28 手腕到手肘的長度就是腳長長 真的假的 這邊到這邊嗎 有這麼長嗎 腳這麼大 欸好像蠻大的 人體能 酷耶 要看一下喔 很酷耶 很酷耶 我量一下 要怎麼量 老師都這麼說 老師都這麼說 讓我測試一下 人體比例 人體比例 是嗎 是嗎 這樣多 這樣豬嗎 這樣的話好像有25 這樣好像有25 喔 這樣看我的腳很大 我的腳這麼長 看來這樣吧 內側 手往而已 這邊嗎 這邊 這邊是哪裡 有嗎 二十五在這裡 我的腳這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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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好大 差不多啦 誤差個0.5這樣子 拿心血來比 這麼大 量下額頭 我比較在意這個空白的地方有沒有痠 這樣沒有痠嗎 所以要從這邊痠 從這裡痠 沒有痠 碰白不痠 這樣子 你說額頭嗎 這邊吧 5點5 5點5 是嗎 是這樣嗎 是這樣算嗎 這邊 這邊 我自己看不到 還是6公分 發行 這邊嗎 從這邊就不是額頭啦 然後我的額頭又不在那裡 下巴 下巴 下巴有什麼好測 下巴要怎麼測 下巴要怎麼測 這樣 三公分 ? 這些阿班人都是 他臉比較長 19.5 19.5 從頭涼到腳 從頭涼到腳我就升高 19.5 你會拿著就真的是串 鼻子 鼻子 多長 寬 寬要怎麼 這樣兩頭也不是比較寬嗎 寬 寬要算那個圓嗎 還是就算這個寬 12 12 太眼神到一個太眼神 算直徑就可以了 15.5 無名指尾 無名指尾 無名指尾是有什麼好臉 我的指頭 手指頭我覺得他都差不多 差不多出 10.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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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尾沒辦法 10.5公分 無名指尾5公分 這差不多嘛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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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分 9.5公分 給99晚 收到戒指給99晚 給我媽戴這樣子 給我媽戴 大武子 6公分 瑪 等一下 其實我看不太 大概5.5 蛋五指大概5.5 手看起來很大 我會覺得我的手看起來很大 筋圍5 不是4嗎 發誓是3隻喔 我以為是4隻 小妞妞4.5 直接被推 直接給公司的結束 婚紗都要做出來 大拇指到底能這樣 放在這邊 大拇指應該要量最粗這邊 不然帶不進去 搬紙設計 可以彎大拇指 小妞妞 小妞妞帶防小妞 拇指甩腳 又有三尾 我沒有三尾 我這個人沒有三尾 我這個人沒有三尾 開口徑 對啊就這樣可以掰開 然後再把它壓回去 就不用兩次 就不用兩次 微妙地測兩大盒 側那個手指頭 大概多長 六七 六七 七點五 八 七 公分 那我應該 只有四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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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六 八 超賴得了 阿信三尾 一百五 大家的三尾一百五 沒什麼好臉 沒什麼好臉 五名子比獅子長 對 五名子比獅子長 五名子超長 不知道再長 這樣就可以比 硬要 拍給你 看手槍 沒有人會看手槍 安安大明星47KG 那個是好久以前 我現在44 45 算45就好 生命線多長 生命線多長 是可以知道我 多長 誰跟你40 我從來沒有錯過 我40 說42是我 曾經 曾經的標準 現在的標準是45 要看手槍 看斷掌機 大概 大概7點 7點5 是 那 你 你 好 兩首都是斷長 目標50kg 不遠了 不遠了嗎 五公斤不遠嗎 那你叫那些48還要硬撐50kg 想背負可以找阿欣 阿欣直接幫我打 55kg 267 空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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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吃可麗 可是他9點就關了 我下播他就關了 太難過了 晚安 早點關去吃 去那邊也要 去那邊也要時間 Full panel Full panel Full panel 誰叫你睡20個小時 其實我今天放假我應該可以是出門 但是我放假都不會出門 Full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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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個 皮帶的 妝心好吃嗎? 好吃啊 冰淇淋有難吃的嗎? 打工太晚 打工太晚了 去台北吃麥奴 皮帶是不是皮帶? 皮帶 色妙 皮帶的 都沒時間吃 都沒時間吃麥當勞 也想吃麥當勞 現在告白的氣粗 現在又開始想睡覺了 直播後半段 焦水 抹 黏絲一些衝下去 不是要去醫院的 去醫院一下 怕不好喔 決定有多想睡 剛睡得三個小時 有吃吃完飯就會想睡覺 直播睡覺還是有人看 這個時間今天超多人開直播的 真的是超多人 優然的一天 四十六 還有四十六分鐘 總覺得好像已經夠了很久 吃完睡覺會怕 吃完就是要睡覺 吃完躺著比較舒服 肚子會很痛 十位開直播 早點起來就遲了 幾點開 我每次都是這麼想 我每天都是這麼想 每天都是這麼想 明天應該有時間可以去吧 然後明天就沒有去 對 丟躲避球很長 看我運動會的影片 可是我都沒有丟到人 我只是丟的球比較 比較 比較 快而已 我起不來就更早 但是我接不到球 我躲避球唯一弱點就是 接不到別人給我的球 她是誰 十個人在看體重回到正常的方法 對 懶得吃飯 沒有真正的認識可能 我也覺得 是給我球 對給我 這種球我可以接到 這種球我就接到 半球都接不到 這種球 這種球 拋線 沒廚房 唯一藉口 沒廚房 要廚房也不會做 廚房企劃 八地瓜 都在場 對啊 因為我不想進去被打 就會很累 要跑來跑去 找這鞋上好 對啊 黑暗料理器 對 因為我想丟球 但是我不會接球 所以我如果在裡面 的話 我也接不到球 那我乾脆站在外面 就好 在外面可以丟人 不想面對 不想面對 過了很久 過了再過幾年 還是不想面對 所以我說蠻快的 連丟我 我只會丟 所有運動 我只會丟 然後你的耳環 我自己自己 自己 會軟的丟還是會痛 會 因為他們那個就是沒有在 沒有在跟你笑 玩夠保安球 我玩夠保安球 超少玩 打籃球也是丟 打籃球 不太一樣 打籃球 要瞄準 打籃球 抽到自己的ES也真會 酷耶 我也想要參加一下 最擅長的球類 最擅長的球類 對 沒有 躲背球 躲背球是往下 我比較會往下 也是可以往上 對 樂樂棒球 樂樂棒球 樂棒球 只會丟不打 會傳球不打 最會的是傳球 我最會傳球 不會 不會接 台球 台球是什麼 台球 桌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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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球好 桌球不太有機會摸到桌球 丟可以釋放壓力 丟很好 台球是撞球 撞球嗎 撞球通常不太會看到撞球 足球 足球嗎 足球 我覺得會足球很厲害 會足球很厲害 那個腳在那邊 都在想說會不會跌到 自己扮到自己的腳 撞球很多 撞球很多嗎 我覺得撞球 有撞球的地方 感覺都很可怕 不太有機會打撞球 都沒電 那是 竹蕾球 那是什麼 這不是打撞 這是撞 撞球 其實它會不會扮到自己的腳 撞球 撞球很好玩 我以前國小的時候 就是午休 或是什麼 社團活動 就是一直在那邊打 撞球 最無聊的時候 就是在下面等的時候 一直沒有試 撞球 撞球 爬球好難 而且很痛 撞球 只能用這邊 就會很痛 很想要用這邊 來 今天做樂樂棒球 樂樂棒球就是 被打到頭也不會痛 這樣子 最痛的就是可能會被棒球 棍打到 就是在旁邊 有時候有的人就是這樣 揮一碗然後他的棒子 就不知道去哪兒 就可能會被打到 就可能會被打到會很痛 會很痛 學過樂器嗎 沒有耶 我學過質地 其他都不會 練到手臂一起 拍就很痛 球棒糖 我就是不是很痛 為什麼 球棒 就是那個打完要跑的時候 就是 就是這樣 打出去你就會想要跑 所以那個球棒就會 不知道會去哪兒 是 旁邊很危險 旁邊超危險 扣勤嗎 扣勤嗎 還蠻廢的 那個算學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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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臂很重 就是這樣 FU 然後那一根就不知道去哪兒 然後你就跑了 看到旁邊會有人被打 我已經忘記那個規則了 反正就是 我記得好像蠻多人的棒子 會不知道去哪兒 這樣站在後面的人就會很衰 這樣站在後面的人就會很衰 更怕 更怕 對啊我真的覺得我國小做過很多神奇的事情 謝謝乖乖的告白祈求 棒子是軟棒 棒子是軟 外面有一層 就是那種很像泡棉的東西 轉這邊考驗平衡的遊戲 雖然就是一整個中午就可能在那邊丟球 丟 穿球 還好但是它裡面蠻實心的 裡面蠻實心的 但是 對 實心的 軟的 呵呵 也做得很好 對 好 有 有 可以嗎 有 是 有 有 昨天的衣運動會練習實況嗎?沒有耶 有地方可以看嗎? 不是要比很多遊戲嗎? 我只知道那個棒球很臭,所有東西都很臭 因為它會吸水,因為它是海綿 然後這個也是有一點海綿,所以很臭 所有東西都很臭 而且那個海綿球還會抓太緊,就會裂開 它就會這樣破破的,已經可以撥的撥,超臭 超臭,新的,就是拿到新的會很開心 然後久了之後它就會有點變得不太一樣 手套也很臭,這都很臭,整個都很臭 就這樣,就這樣,勾銷就這樣 然後這個拉出來,然後可能太舊了,它會自己縮回去 很臭耶,那個海綿球超臭 海綿球是消耗品 海綿球是消耗品 不能用很久,因為一下子就被弄爛 很討厭又公用 其實它帶進去,然後就會 就這樣很噁心 然後結束就會去洗 想辦法洗什麼 洗超久 真的都臭 你就會發現這樣 它帶進去後結束都是這樣 真的 真的很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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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不會壞掉 會吧 很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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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假的,對 對 明天要練習嗎 明天沒有練習 很臭 熱熱棒球是不是都只有國小生在比賽啊 這邊蠻痛的 這邊沒有感覺 我感受到它好像陷進去 我感受到它好像陷進去 欸又很早睡了 昨天那個是沒辦法 昨天就是躺下去就是上去 我高中就變累球 但我國中沒有累球 你難度太低 換一場熱熱棒球比賽 可能要先學一下 好 運動會電競打什麼 我知道啊 有一些 神奇的 搶答還是什麼 意志類 遊戲 12月10號的海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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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0號的 14月10號的海洋大學 10號的海洋大學 很多人都會看起來 13號的海洋大學 7號的海洋大學 20號是兩場的海洋大學 14號是… 所以這個20是那個什麼電音籃球 躺下去膝蓋有什麼 因為昨天練習前天練習 然後因為有九尾的拉筋 然後拉筋的時候就是那個膝蓋很痛 所以我對於這個地方的這個部分很痛 膝蓋的部分 然後就很痛 就這邊雨晴 這邊雨晴 然後因為 要睡覺的時候 就會這樣櫃子 櫃子然後就這邊就很痛 這邊很痛 然後昨天去買 買我的眉筆 因為我的眉筆我買了 然後昨天就去買 然後就蹲在那邊旋 那邊旋就給我轉 換邊的時候我就撞到那櫃子 然後這邊就很痛 我撞到櫃子 然後這邊就很痛 害我下樓梯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骨頭很痛 對 對 我就是 我那個膝蓋很衰 會一直撞到 膝蓋是一個不應該出現的器官 這個膝蓋 膝蓋是很容易受傷的地方 大家的膝蓋 膝蓋很脆 這門帶呼吸 還會流疤還不會 因為瘀青還很久才會好 真的是很 動了動著 這瘀青真的是很痛 這瘀青真的是很痛 然後再出門 要不要戴安全帽去練 這樣子 會不會 痛欸 內側這裡 護膝蓋著 可是護膝蓋著很難走路 就會有點 卡卡 練頭轉 頭轉還可能還需要這個 護 護頸 護頸 才可以練頭轉 加腳毛油啊 練習什麼啊 穿短 穿長褲 因為我沒有短褲的運動褲 所以我都穿長褲去練習 記得擦藥嗎 這是揉一揉 揉一揉它 自拍輪 自拍輪 自拍輪真的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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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三單沒有叫我去滑自拍輪 不然我真的是滑不起來 自拍輪太可怕了 自拍輪是一個會摔死 自拍輪 三單叫我去滑滑板 滑板至少 勉強有學起來 怎麼前進 但是直拍輪可能叫我滑三個月 我還是不會 不會前進 滑板好像這樣 我之前國中的時候有滑過十二板 十二板還蠻簡單 滑板比直拍輪 滑板直行比較簡單 感覺很有紀念夾子 前進覺得已經很忙 我覺得滑板比較安全 滑板跌倒了 滑板快要跌倒的時候 你可以跑下來 就是你可以直接下來 就可以結束 但是直拍輪你出去你就回不來 直拍輪停不下來 因為他就是輪子 你腳上那個就是輪子 所以你再跑你怎麼跑 你腳上那個就是輪子 滑板你真的快受不了 你就把滑板踢走 你就可以立馬站在地上 真的是比較好聽 直拍輪就是不知道會滑 不知道會去哪裡 更帥 那些很 就是他前面好像可以 就是他可能墊腳尖前面可以刹車 然後或是 或是 腳跟可以刹車 但是重點是你快跌倒的時候 你根本不敢墊腳尖好不好 墊腳尖很可怕 怎麼刹車我也覺得蠻好奇 就是可能需要一個人 不是自己選的 不是那個是他叫你去學的 劈腿 難易程度 不是摔倒就是劈腿 直拍輪真的不知道要怎麼結束 你蹲下去你還是會前進 你 你就只能先摔 你先摔就會停下來 你先摔就會停下來 冰到哪個比較可怕 都可怕 摔倒就會結束 摔倒你就會停下來 摔倒你就會停下來 腳跟停 騎車兩輪最簡單 腳踏車最簡單 可是還是有人不會騎腳踏車 內側內巴就是 下車 我記得我可能國小還是幼稚園的時候 我爸有買一雙那個布鞋 但是他下面有輪子 然後我小時候的時候明明就 敢穿那個去滑 但是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就不會 學腳踏車一樣 扭扭扭 對對對 就是 他那個板子會這樣 還有那種分開的 分離式 那個也是會 就是跟直拍輪差不多的意思 怕死 對怕死 怕 怕受傷 小時候的夢幻藝品 就是他是副鞋 但是他 中間有輪子 所以你可以走路 你也可以用畫的 但那個就不會到 就是你想要停下來 你還是停得下來 就不會說什麼 三個然後是直的輪子 他其實就是 不寫 現在寫著 找回了 食物裡何開出 蘋果 蘋果 還是漫畫 大家會一直看你 穿去 穿去 謝謝南瓜 餡餅 餡餅 好 藏起來的那種 它就是 不是那種整顆 就是它是有點陷在裡面的鞋子 所以 你不滑也是可以走路 就是不會有點卡卡 然後 尺度好高 就可能你會莫名其妙 很像你在路上 用 滑行的這種 就是它不會很明顯 看到你下面有輪子 路上如果有人在滑直拍了 你就會 大家就會這樣 超明顯 直拍了 有時候就會想說蠻羨慕可以 繪花的紙牌 就走路比較快 不然我 我每次就走那個 走去捷運站的那個路很遠 然後就會一直 覺得很遠 想要有一些可以 比較 快的 交通工具 但又不是機車跟車 之類的 滑板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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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滑板車現在滑好像有點 就有點 滑出去好像有點尷尬 電動滑板車 就是會有點引人注目 滑板車 滑板車 還是用走的吧 對啊 那拿著也是很尷尬 拿著也是很尷尬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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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對 就 這樣 暴走鞋 電動輪椅 會玩狼人沙嗎 我不會玩 我不玩狼人沙 狼人沙太難玩了 拿滑板很帥 是蠻帥的 送我滑板 我在家裡滑 可能走廊 大概只有三步的距離 然後在家裡滑 沒有意義 切菜吧 做卷買菜 你說那個嗎 還有遮雨棚 我們 我們三段那個本來是長 長的那種 可以在上面走路的那種花板 對 我們那個應該是長 長版 不是那種小的花板 小的那種是可以有點特技 會這樣翻來翻去 轉來轉去 會可以在那個 什麼這樣 的那種花板 但是我們那時候滑的是那種 比較可以在上面走 走路的那種 花板 比較長的那種 酷喔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就蠻酷的 很多抖音女生在滑 欸那個很酷耶 那個如果會滑 很酷耶 就是如果你已經滑到你很熟練 你可以在上面走路的時候 就會覺得 心情很 心情很好 但是我們的話就是在上面 然後會有點 會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 女生陪音樂 超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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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上面超可怕 那個真的是很可怕 正執行 對我正執行 這樣勉強可以轉個彎 但是沒辦法在上面轉圈圈 我沒有辦法在上面轉圈圈 太難 需要老師 來 一 二 三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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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二 一 二 一 摔死是重點 不怕摔死 摔幾百次才有辦法 摔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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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起來先不要 而且我又懶得 懶得 懶得遮那個疤 懶得遮那個疤 還是不要 不要語氣比較好 不喜歡摔的感覺 喜歡摔的感覺 應該不太有人喜歡摔的感覺 好 謝謝南瓜餡餅 我增加十分鐘了 我快要可以結束了 你有沒有見什麼 你有沒有見什麼 你沒有見什麼 你沒有見什麼 一切點Skyline的香檳 等一下要睡著了 等一下 差不多可以 洗澡睡著 睡到 明天早上 然後明天 先去 一趟公司 就放假 拆解分次數 什麼意思 你說健身環嗎 還有什麼 可是健身環 是不是不能送 可以送我 Just Dance 我不會在家裡跳 好 謝謝Akia的布 想要吃 買 買 立可 立可 立可帶 還睡 我就是要睡 睡 睡覺會變瘦 大家 通電的都不能睡 你可以先問 我是知道有電池的幾乎是不能用 可以裝電池的幾乎是不能用 不然 反正她說不行就是不行 她說可以就是可以 反正她看心情 可麗餅可樂餅 可麗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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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覺會變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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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覺可以燃燒你的熱量 睡覺會變瘦 睡覺會變瘦 這些是你要睡超久 要睡 睡超久 不要爬起來吃東西 你就一直睡 一直睡就會變瘦 我昨天就吃了那一餐 吃了冰淇淋吃了那一餐 之後 就沒有吃晚餐了 我就睡覺了 然後就睡死了 就睡死了 對 不會啦 除非你從頭到尾二十個小時 你就是同一個姿勢 那你就可能會腰痠 我睡覺就是想睡去哪就會睡去哪 整雙床我想去哪就會去哪 通常只要那個床是我的的話 我就會想睡去哪就會睡去哪 但如果旁邊有人的話 我就會沉沉都不會動 因為每次東西也很熟 是嗎 到時候我可以從直的睡到橫的睡到可能前上下會 對 這樣會 會 就是睡到我那個棉被的正反面會不同的 不同方向 我一直起來都會想說我的 棉被怎麼轉都不太對 的時候就會發現我應該可能轉了一圈 雙人床 雙人床 這是雙人床 做夢的意想 有啊 我記得我昨天有做夢 但是我忘記 忘記具體什麼 但我記得是一個蠻神奇的夢 但我已經不記得了 哈哈 我棉被通常都是一坨 就是不會是一片 就沒辦法是一片 當然就一坨 因為有時候不想蓋 就會全部擠在一起 推到旁邊 就是我的 可能我的娃娃會從床上到地上 不知道會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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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過粉絲 好像 好像 沒有吧 有嗎 我的夢就是 可能我起來 會想到但是會忘記 沒有 夢有過 沒有 沒有 是不是好事情 我好久沒做夢 但有時候會 我記得昨天的夢應該是跟成員有關 但是我忘記是什麼內容 但我記得好像 蠻有事的內容 睡覺講話 應該不會 我媽說我睡覺會磨牙 所以那邊 也不是磨牙 就是會有一種奇怪的聲音 有一點在記上 夢過嗎 有 赤燒肉沒有 夢過我 可能會夢到一些 很 不偶像的事情 乖出去玩 自己在吃東西 我的夢都是那種很神奇 我以前做過 蠻有印象的夢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那個半夜 就是一直在摺棉被 就是我那個夢 就是他在摺棉被 然後那個棉被 就越摺越高 然後就覺得很不舒服 我就起來 超白癡 然後我 那個 我家人還把我叫醒 因為他不知道 他可能以為我在做噩夢 就是他覺得我在 他覺得我在做噩夢 因為我一直在 我一直有什麼怪聲音 然後他可能想說 我是不是做噩夢 他就把我叫醒 他說你剛剛怎麼了 我說沒有 我摸到我在摺棉被 摺那麼多 不是我的 我的那個 重點那個不是 我摺很多棉被 是我摺一件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棉被會越摺 越大 然後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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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想到那個 我就會 而且會有一個 奇特的 會有一種 壓迫感 就不知道 我想到那個夢 就會覺得有壓迫 壓迫感 就是會覺得 卡卡的 然後就會很不舒服 然後就 覺得很 這個夢很生氣 哈哈 剛剛是我國中的時候 做過的夢 然後我現在只要想到那個棉被 就會有一種 就是當時的那個感覺會出現 然後就想說 那到底是什麼奇怪的 夢 就是會有一個 只要有一個感覺 我就會想起那個夢 哈哈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只要想到一坨棉被 我就會想到 做那個夢的時候 那個感覺 我還有夢過 我被 蜘蛛追 被一隻超大隻的蜘蛛 然後就是 他跑很快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跑得也很快 就是 蜘蛛 小隻就跑很快 但是他超大隻 跑得很快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總是在他前面 但是他就是一直追著我 跑然後就起來 我覺得很可怕 哈哈哈哈 我大多數的夢都是被嚇死 因為我覺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我走一走 然後會突然 墜 墜落 然後我就會起來 就是 不知道 可能跑一跑然後突然前面就是懸崖 然後我就會起來 對對對 墜落的感覺 太容易 太容易做到神奇的夢 都會這樣 很正常的 然後我就覺得 有時候做的 那種 好像很漫長的夢 就會忘記 抖一下油啊 滿長的 突然踩一下 踩一下地板 超大聲的 但是我最近的夢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蠻 也不恐怖 但是就是 我覺得那個夢很漫長 就是我做 睡了很久 很像我睡了很久 我是睡了蠻久 睡了蠻久 但是我完全不記得 我現在已經不記得我做了什麼 做了什麼 但是我記得我今天 睡了很 很久 然後 上課的時候 我記得 小六 就是那時候已經 就是已經 考完試 所以我沒有試的時候 就上課 就是 都是自喜的時候 在睡著 然後就有 嚇死 隔壁的同學就這樣 好像進去睡有嗎 沒有耶 亂夢 還會亂夢 亂夢 亂夢 隨便夢 想不到 但通常我的夢都是 蠻 蠻可怕的夢 沒有那種 啊 好開心 夢到偶像 沒有那種 沒有這麼幸福的夢 只是我的夢都是很奇怪 超神奇 神奇的夢 下班 露露露 酒店剛才睡著 先 先吃個雲吃 反射 反射動作 因為照片沒了 我沒有 我記得我沒有這種 這種 因為我想過 如果夢到很開心的夢被吵醒的話 我會很生氣 吃飯了 我要念 念一下 念一下 今天的 前十 今天的第十名 哈囉 謝謝虎月 感謝 第九名 第九名是查理球 哈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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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浪花 第八名 八名是 Akira 謝謝 Akira 第七名是 吉米粥 謝謝 第六名是 謝謝 第五名是 00000 7個0 謝謝 謝謝 第四名是 金佑 謝謝 給你 第三名是 造淮 謝謝造淮 謝謝 集 集 複道 是這樣嗎 第五集還沒看完 等一下 去看 第二名是 乖乖謝謝 ヨシヨシ 第一名是SKYLINE 謝謝SKYLINE 好久不見的SKYLINE 也沒有好久不見 HELLO WEISSON 超久不見的WEISSON 已經9點了 然後下禮拜六 這禮拜六 這禮拜六是合照會 然後禮拜四還有一次直播 集到祖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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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土 最近沒看到第四集 他禮拜二才更新 所以他明天就會有 第六集 但我第五集還沒看完 HOKA 他好像蠻多人 就是說什麼 跟漫畫不太一樣 但是我就是一個 一個 看 通常都是他 變真正版我才去看的東西 幾乎 所以我不會感受到那種 真正版很爛的那種感覺 就是我就是跟他相反 對 他幾乎有看過 斷漫畫或看漫畫 然後只要看到 聽到中原版三個字就會說不好看 對 反正沒有腦袋就可以看得很開心 對阿 我覺得主角很帥 我就是一個 只是覺得 很容易看日劇就會覺得 日本演員很帥 哈哈 最常聽到人家在那邊 會員作 唸版 我唸了 你好像在第幾名 你在第二名 謝謝乖乖 你知道真的嗎 演得不錯 還有另外一個版本 是生幽 有一個生幽演的 但我覺得都蠻不錯的 很多都這樣 不會阿 通常都是因為 插遍真的版才 有 才知道這個 不然根本不知道有這個 的辦法 掰掰 一個圍巾 再來就是 禮拜四 我現在蠻期待那個什麼 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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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電影 搞笑的電影 要翻拍的那個台灣會上映 所以蠻期待 那一部 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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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很好笑 對阿 而且他的演員都很棒 喜歡 晚安晚安 晚安晚安 拜拜 see you see you 快點 禮拜四 是 木曜日 吧吧吧 等等等等等